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Lay 今天是一期育儿主题 但是我们所聊的对象不是我们可爱的小宝宝 而是生完我们可爱小宝宝的妈妈们的事情 那其实呢,我相信每个妈妈在怀孕的时候呢 一定是抱着一份非常期待,非常兴奋的心情 但是呢,当我们生完宝宝之后呢 由于要育儿的一些琐碎的事情 还有我们自己身材啊,身体状况的一些事情呢 可能会让我们多出一些烦恼和困扰 那我最近呢,发现自己身上的一些身体状况呢 可能要比我刚生完宝宝那段时间呢,来得更加的明显 所以说呢,我做了一些分析和总结 希望给视频间你们有些帮助和参考 还有呢,我们每个人的身体状况呢 也不可能100%的相同的 所以说呢,在我身上发生那些事情呢 也在你身上呢,不一定会有 只是给大家一个资料搜集,做一个参考吧 让你们知道不同的妈妈产后呢 会有哪些不同的一些身体变化 还有就是,我们妈妈如果说突然有这些身体状况呢 你有这些资料的搜集呢 你就会不会那么感到焦虑不安了 你就会有一个心理准备吧 那有些产后遇到的问题呢 它是自然现象 可能过一段时间它就会没有了 那有些呢,它可能就是可以通过一些锻炼啊 后期的一些辅助啊 帮助你去减轻或者说消失 让这些症状呢,得到消失 也是非常好的一个作用 那我们话不多说,赶快进入今天的内容吧 那我们家宝宝呢,现在两岁半多一点 所以说呢,我分享的内容呢 就是我产后两年之内 所发生的一些身体上的一些状况的变化 那在这之前呢,我想简单的说一下 我在怀孕期间以及生产的时候 我自己个人的一些状态吧 那首先呢,在怀孕的时候呢 尤其是孕吐期间呢 我不是属于那种很严重的患者或者妈妈 还属于一般正常 就是吐归吐 但是呢,就是没有那种吐出很多的 偶尔可能会小吐 但是呢,也不是导致我没有胃口 饮食呢,还是很正常的 然后呢,在整个孕期过程中 每次产检都没有发生特别大的问题 还有就是耐糖测试啊什么 都是一次过的 所以说呢,在这方面呢,没有特别的困扰 除了一点就是体重增长的过快有一段时间 所以说,医生把我批评了之后呢 我就是得到了一些克制 所以说呢,在后期呢,体重呢 就是差不多,几乎变化都不是特别大的 还是非常要感谢日本的医生的 还有呢,就是我生产的时候 我是自然分娩,就是顺产的 那但是呢,虽然是自然分娩 但是呢,也是经过一些就是努力的 就是不是马上就顺产出来的 因为差不多到最后,医生说 你如果再不顺产的话 就马上要脱去剖腹产了 把我给吓的 最后还好,还是母子平安给生好了 所以说整个呢,就是这样的状态 那接下来就看一下我的身体状况 在这两年之内到底有哪些变化呢 那第一个身体状况变化呢 就是我们在女生来生理期 前后的一个身体上的一个变化 那首先呢,在这之前我想说一下 我们家呢,那时候刚生完宝宝 是混合喂养的 因为我母乳也不是特别多嘛 但是呢,也尽量想给宝宝多吃一点 所以说呢,又喝我的母乳 又喝奶粉的一个状态 那我们呢,母乳呢 是喂养到一岁半左右 然后呢,就开始断奶 那就只给她吃奶粉 那我的生理期呢 是在宝宝差不多两岁不到一点的时候呢 就是恢复正常就开始来了 所以说是这样的状态 那我说的这个变化呢 就是我们一般女生来生理期前 一般都会有一些身体上的变化 那我呢,其实在生宝宝之前呢 在生理期之前是没有什么身体变化 就是很正常的 就是突然间就来了就来了 没有什么就是预兆的 所以说呢,我也不是特别清楚 到底什么时候来 但是呢,我发现生完宝宝断了奶之后呢 刚开始也跟生宝宝之前是一样的 但是过了大概两三个月 我会发现好像在我来生理期之前呢 会有胸部的 有点好像感觉胀胀的感觉 那我之前也研究过就是 生理期有的女生是会有这种症状的 那我因为没有嘛 所以也没有特别就是带关心 但是呢,现在生完宝宝之后 来生理期的时候 我竟然会有这种反应 当时我觉得可能是因为 我可能断奶之后 可能还有一部分的奶流在里面 可能会导致我的胸部有点胀 但是呢,后来我发现 就是也过了很多时间 每次来月经之前呢 都会有胸部的 就是感觉胀胀的感觉 我就觉得 难道我的生理期的变化 就是现在终于产生了 我就觉得还蛮神奇的 这个呢,是我生理上的一个变化之一吧 那我觉得一方面可能是因为 我生完宝宝之后 身体状况产生了一些变化 所以说呢,在生理期快来的时候呢 身体呢,会比较敏感 所以导致我的胸部的一个反应呢 可能会比较大一点 就比生宝宝之前 要来的明显一点吧 生宝宝之前可能也会有 但是呢,可能不太明显 我也感觉不到 但是呢,生完宝宝之后呢 身体变化呢 让我就是说 这个症状的变得明显一点 还有呢,一方面就是说 随着年龄的增长 这个身体状况的变化呢 会变得更加敏感的吧 就是综合这些原因的话呢 会让我就是在生理期前 或者一些身体状况呢 要比就是生完宝宝 生宝宝之前呢 要来的明显一点吧 那还有呢,就是想说一下 在生完宝宝之后 不管是喂母乳 还是没有喂母乳 你的生理期如果说 一直不来也不必特别担心吧 因为其实我们的心情呢 也影响到我们的生理期的一个变化 那如果说真的是很久没来 你很担心的话呢 建议大家可以去 妇产科医生医院去看一下 让医生检查一下 这样的话呢,可能会放心一些哦 那第二个变化呢 其实对于我个人而言呢 我觉得好像没有特别大的变化 就是我们的一个胸部的一个状况吧 那大家很多 我也看过一些资料 就是很多妈妈会说 就生完宝宝之后 然后喂了母乳之后 喂的时间越长 你的胸部的形状就会下垂啊 就是很担心 尤其是一些很爱美的妈妈 会非常担心自己的胸部的一个状况 那我呢 自己本身天生呢 就是属于小兄妹 所以说呢 在胸部问题呢 就是说 喂奶之后呢 也没发觉 好像有特别大的变化吧 因为本来就不大嘛 所以说呢 可能下垂的这个问题呢 可能就不是特别明显吧 那还有呢 就是这个胸部的一个变化呢 还跟取决于 你自己喂奶的一个姿势吧 因为正确的喂奶姿势呢 对你的一个胸部的一个 就是保持呢 是很有帮助的 所以说呢 这个建议大家就是一定要去 咨询就是专业人士 或者说医生 帮助你就是说 用正确姿势 给宝宝喂母乳 这样的话呢 对你的胸部呢 也是很有帮助的 第三个身体状况变化呢 我相信产后的妈妈 几乎90%以上 一定会有这样的困扰 就是我们的头发 会掉头发 这个呢 其实我在生宝宝之前呢 我发量呢 属于就是很正常一般的 其实有点偏多的 然后呢 平时掉头发呢 当然也会有 但是不是很夸张 一抓一大把的那种 然后呢 生完宝宝之后呢 第一年 我觉得好像 掉头发的这个症状呢 好像不是特别严重 好像几乎和之前 生宝宝之前 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变化 偶尔会掉个几个 我那时候还很幸运 还很开心想 我好像没有那种 产后掉毛发的一个困扰 我还觉得蛮庆幸的 但是呢 好像差不多到了 宝宝差不多 一岁半 快两岁左右的时候呢 我发现好像 有一段时间 我掉头发特别严重 就洗头的时候 尤其涂好洗发乳 然后呢 你冲的时候呢 会好像手上会抓的一把头发 当然不是一把 就是大概蛮多的 五六根啊七八根这种样子 而且呢 就是会发现 自己的头发呢 非常的干燥 就是很激 就是不是很滑顺的 我想会不会 这是产后的一些原因 也不知道 可能我洗发乳的一个问题吧 我觉得还是需要 去改善一下我的洗发乳 让我的头发能够保持顺一点 但是呢 确实掉头发的一个困扰呢 好像最近变得越来越严重了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就是可能 不是产后的明显现象 但是呢 产后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 产生了一个现象 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样子呢 第四个变化呢 和我们女生的生理期 也是有关系的 那就是我们的一个痛经现象 那在我生宝宝之前呢 我自己个人呢 就是痛经症状也是有 但是不是很严重 就是差不多生理期 第一天的时候呢 会感觉肚子蛮痛的 就像我们 就是 就生宝宝的时候 我们的差不多 痛到大概 两指到三指的这种感觉吧 还是有点痛的 那 然后到第二天之后呢 就开始好像 这个感觉就是消失了 就是很正常的 就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一个 痛感了 我觉得还是算 蛮幸运的吧 就是不是那种 有的女生真的是 整个期间都会痛得翻来覆去 真的是非常非常可怜 那生完宝宝之后呢 我在痛经这个方面呢 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大变化 就跟以前一样 也差不多是 第一天会疼一疼 然后第二天之后呢 就已经好了 就没有什么特别的变化 那有的人还说 如果说 做月子做得好的话呢 这个痛经现象就会消失 就等于就是 再 就是换了一个 身体一样的感觉 这是一个 比较幸运的事情嘛 我觉得 那我呢 自身呢 没有产生什么特别大的变化 下一个身体状况变化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精神状态 以及我们的一个身体吧 我会感觉 在生宝宝之前 和现在 比呢 现在呢 更容易累吧 就是有时候出去 带宝宝散个步啊 或者说是逛个街 买个东西什么的 就会感觉好像 没做什么事情 就走了一圈 就会感觉 浑身好像特别的累吧 就好像没什么精神 那我觉得呢 我分析一下 就是可能 一方面就是以前 我是自己一个人出去 或者说是和老公一起出去 就是像大人一样的 就是没有什么特别担心的 或者担忧的 就自己管自己这样出去 那现在你要带着宝宝出去 你要推着宝宝出去 你要随时注意周围的情况 宝宝的安全 还有宝宝的情绪 如果说他一哭闹 你就会感到非常的烦躁 要去安慰他 安抚他 所以你要关注的东西 你需要管的东西呢 就会比较多 让你的精神压力呢 其实要比以前大的很多 所以说呢 偶尔呢出去散个步 出去买个东西 和以前相比呢 你都会感觉精神上的非常累 那也会导致你的身体上的 感到更加的累 可能是这样一个主要的原因吧 那最后一个生理变化呢 我觉得就是我的脾气呢 要比以前容易暴躁 容易急躁的多 这个呢我老公也跟我说过 他就会很直接跟我说 我发现你好像比 就是生孩子之前呢 脾气要更暴躁 然后呢就是更容易 就是发急 动不动的就好像发火什么的 不管是对他 还是对小孩子 就可能好像比以前 要更加易怒吧 当然我也知道这个 这一点我也能感受得到 尤其是在产后 刚开始就是 学着带宝宝的这段时间里面 可能会更加的情绪不太稳定 那这个呢其实呢 一方面呢是因为产后的一些 就是激素的分泌嘛 导致你就是可能身体状况呢 就是会让你更加易怒 或者脾气更加容易暴躁 那当然还有呢 就是你因为育儿嘛 尤其是让我们新手妈妈 什么都不懂 什么做不好呢 宝宝又哭又闹呢 导致你更加容易发脾气 那还有呢就是 我其实个人的自己呢 还是属于蛮喜欢小孩子类型的 但是呢 生了孩子之后呢 我觉得严重打脸 因为我觉得他们就是 好玩的时候 不闹的时候呢 真的是很可爱 很天真 很好玩 但是呢一旦他们就是说 闹了或者情绪不好的时候 真的是让我感到 非常非常崩溃 尤其是我自己自身 身体状况 如果说那天也不好的话呢 会让我更加的就是崩溃 更加的容易就是发脾气吧 但是还是尽量的 克制住自己 不要就是 让自己不好的情绪 影响到宝宝 还有呢就是 我觉得陪小孩子玩 以前呢 我觉得应该是一件 非常开心的事情 尤其是到 亲戚家里做客 他们有宝宝了 然后呢 我会跟他们一起玩 就觉得跟宝宝玩 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但是呢 他们呢 确实脸上很无奈的表情 但是现在我自己 有了宝宝之后呢 我觉得跟宝宝们玩呢 真的是一件 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因为他们真的是 没有我们想象的 那么容易的对付啊 你会发现 跟宝宝玩的时间 过得好慢啊 但是自己看手机 你的时间过得好快啊 是不是这样呢 好那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 我在生产之后 生完宝宝之后 身体上的一些状况和变化了 那希望给视频节目 你们有一些帮助和参考 让你们了解到 产后的妈妈 到底在精神 在身体上 到底有些什么样的变化呢 也希望大家留言 告诉我分享你们 产后到底身体上 有一些什么变化呢 那如果喜欢今天视频的中 记得给我点赞哦 那我的视频呢 会继续分享 更多有趣使用的 我在日本生活的 所见所闻所感 或者雷开日本主题 还有呢 我作为一个新手妈妈 职场妈妈会分享 我的育儿生活啊 还有我们家宝宝 在保育园生活的 一些有趣的事情啊 偶尔呢 会有非常实用 非常有趣的日语学习单元 那如果喜欢我的风格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哦 好最后祝你们身体健康 每天好心情 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